中河區連城路路寬24公尺 為了因應萬大縣捷運施工 連城路沿途設置圍離 將一半道路封閉 剩餘的一側供應雙向車道通行 每當交通電風時刻 都讓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而為了疏解車流量 立委將永昌爭取開通連城路261項 大排西側車道 讓車流能夠通往中正路 可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中河有一個很重要的工程在做 就是我們的萬大樹林捷運線 這也是第一期的工程 這個工程其實鄉親們也很辛苦 因為工期也是蠻長的 如果可以有多一個縱向 來替代連城跟中正這一邊 來分流 可以對交通狀況更好 在江立委的要求之下 新北市府公務局以及中河區公所 在今年9月提出 中河大排西側道路的規劃報告 16日下午立委江永昌 以及中河副區長周慶珍 協同中河公所公務客道場會開 期盼能夠確實改善當地的交通情況 這一次我們道路打通的部分 是主要解決連城路在絕運施工 未來八年的交通黑暗期提供一個替代道路 這是短期的效益 那以長期來說的話呢 我們目前中河我們打通之後 在中河大排可以成立一個配對單型的一個主要的南北向的動線 那未來我們要經過從南區到北區的部分 然後會有更方便便捷一條的替代道路使用 中河區公所公務客長陳一揚表示 工程由中河區公所發包 最快在108年農曆春節後施工 而車道也將設計為三米寬的混合車道 旋行道與自行車道將採用旋壁板 不但可以提升替代道路的實用性 也可以保留人行自行車的空間 有效紓解交通負擔 中間新聞林凱鈞中間報導